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罗莉这个词本来就是有一个小说叫罗莉塔 后来到了日本就是它变成一种风格 就是都是扮装都是像少女一般的这种 蕾丝蓬蓬裙然后非常梦幻的大卷髮 眼睛大大的 睫毛刷很长这样 它是被延伸出去的 本来小说里面在讲的其实是说有一个老师 然后很喜欢十三十四岁的少女 她是一个悬案就是她为什么会喜欢她 她对于那种青春的某一种渴望 但是这个词后来被代换成就是在形容像这样子 喜欢这样子的就叫做罗莉空这样 所以我就把这个命题抓出来就取了一个团名叫Lolly Girls 是 所以你的团员也都非常可爱 对 非常可爱 都像少女一样 对 她们就少女般的微笑 对 少女般的拍照跟讲话方式 对 每天都超可爱的 这样 超可爱是什么东西 就超级可爱 然后她被浓缩了 她应该也是本来是网路语言 对 她这些语会被浓缩之后 就会形成一种可爱感 可爱的声音感 对 蝶字啊什么的 所以讲超可爱的时候就是 表示这个人真的很可爱这样 或者她真的很欠奏 或者她需要被伤害一下 这些超可爱的演员们在演出的 就是我们可以期待进剧场之后 她们的演出是长什么样子 其实我现在整个戏的故事 比较像在讲说 有一个少女团体 是一个虚构的 然后叫做罗莉少女 她们已经成军十年了 她们的少女时期 不在罗莉了 她们不在罗莉了 然后她们如何继续对抗这件事情 然后她们也会因为 八卦 绯闻跟其他男明星之间 有一些爱情的纠葛 然后就在这个故事里面 她们发现了自己 再也不会讲自己的话 因为她们从小的时候 就唱歌 然后唱歌 歌词里面代表了很多 她们的爱情的观点 所以里面就有发生绯闻之后 她们讲的台词 都是她们以前发过单曲的歌词 这种桥段 就是她的面相有切这一些 主要的故事就是 很像是少女团体 在不在少女的时候的自行 然后她们表演的风格 就是我们会谈到那种表演的方式 好了 就是我限定她们一个规则 就是她们在讲台词的过程中间 要不断地发展一些动作 是很像在自拍 或者是在公众场合拍照 然后装可爱的姿态 例如说 例如说她可能说 会这样子啊 大家好我是超可爱的杨景祥 今天我要讲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萝莉少女的故事 就这样 就这样 继续住这样 给我看受不了了 如果放在生活中会很荒秘 就是如果你去固责事务所办 她说我要半户集团本 对 不好意思 我想把我的名字 你有什么毛病吗 我想把我的名字改成杨罗莉 现实生活中 当然没有人这样讲话 实践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把它实现在剧场里面 去凸显它的荒谬性 可是 其实我们也观察到生活里面 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用语 像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 是人中吗 你说 其实现在很多人讲话 那个碟字已经越来越多 正是可爱到一个极致 男生也装可爱 对 就是那个可爱已经 已经没有所谓的性别区分了 然后我觉得她也跨越了年龄层 我觉得她甚至跨越了各种族群好了 来举个例子好不好 对 比如说 路上的情侣或者是说 我这样讲好了 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说装可爱 是因为对青春的眷恋 所以会觉得说是 老了的人才装可爱 但其实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了 就是连年纪很小的 然后他们也就 非常有意识的就是觉得 这是非常自然的一部分 我讲话就是要叠字笔 好 比如说 我今天想吃饭饭 然后 面面 加辣辣 肉肉菜菜加辣辣 刚刚你闪过一丝 愤怒的 我有这么明显吗 我想吃饭的时候 旁边我要吃面面 你刚刚她说饭饭的时候 你 然后笑 可是这就是一个 一个烦恼环统的过程 就其实你会发现这些用语 都是幼儿特质的 对 所以就是那个幼儿特质 故意把话说不清楚 或故意的让话是 用最简单的语会 或者是连在一起的方式 对 比方说敲可爱或者是面面 我刚刚就想说 为什么志伟 不要一把把人中退下去算了 但是这种可爱真的是 很超越年龄 超越性别 你看像早晨少女组就是啊 她们成员会一直不停地换 不停地换 为了要维持她们如此可爱跟青春 永远都要这样 对 所以景祥的罗莉少女组 也是这样嘛 活在那样的世界里 罗莉少女组 对 她们的状况就是 就是很像是她们已经不是 应该说生理上 就是已经不是那个状态的时候 对 然后继续保持在这样子的行为 本身就会有一种 我们现在也常会说那些词 叫违和感 那戏里面其实就是在利用这个违和感 在让观众在看的过程中 我想观众还是不会到不舒服 还是会觉得很荒面很好笑 很开心 对 会开心 但是也因为有这一层的扮演 对 就会让我们去 我希望是让重新去思考说 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 其实已经有点被这个氛围 或是这个行为给制约了 对 那这个行为本身可能不是非常必要的 对 但是我要在这里要为可爱平反一下 其实真正的可爱我认为 有一些可爱真的可以是疗愈人心的 我们说黄色小鸭好可爱 对 真的有很多人去看她觉得 哇真的好可爱 我由衷的喜欢她 或者是说我们刚刚其实在节目之前聊到 为什么这两年日本的那个红白大对抗 这么令人期待 尤其对于日本人来说 我相信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在每年的红白大对抗的时候 他们会看到所有的演艺圈 然后齐聚在一起 尤其是当AKB48出现在舞台上那一刹那 一整片这么可爱的小少女然后开始跳舞 你就会觉得这个国家真的好有希望 就是可爱会创造希望 对 就是创造商机还有 这也是我非常好奇 所以才会做这样一个戏 因为我之前就开始在寻找这些题目的时候 我其实一开始锁定的是少女团体 所以我们有限定说是早安少女 AKB48或是桃色幸运草 就是这一类的团体 你刚刚说的是饮料吗 没有没有 应该是桃色幸运草 是一个新的少女团体人种 就是他们就是在 在日本的流行文化都是还 就是我们所谓红的团体这样 然后我就在想说 因为一开始就是 就是作为一个做创作的人 有时候你看事情都会很用批判性的角度 对 你就会觉得你这样 这搞什么啊 这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但是我在看AKB48的纪录片 我看完三集之后 我感动 然后我变成某 某一个层面 某一个层面 某一个层面我也是一种粉丝 是 然后我又觉得 你可不可以先讲一下感动的点是什么呢 那感动的点其实很复杂 因为 因为你一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 这些小女孩们 在一开始在秋夜园的一个小剧场 200人的小剧场里面 默默无文的唱歌跳舞了三年 突然之间爆红了 然后那个过程非常辛苦 而且非常努力 而且他们那时候未成年 然后就必须受到这么高压的训练 跟那个 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很不人道 对 然后我后来在做看研究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本书叫做AKB48 格子群的经济学 然后这本书是一个日本的经济学家写的 他在 他里面在讲的 一开始就在讲说 就有人在序言里面 就在说 为什么红白的时候 那个收视标得这么高 尤其是 尤其是AKB48出现的时候 然后就有人访问 那个路边的那个女士 不是男士 是女士 就访问她说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她说 在这种经济状况 整个社会条件 有点变糟的情况之下 看着一群少女们 在台上唱歌跳舞 很有热情 这件事情 带给了她们一种希望跟温暖 对 然后我在看纪录片的时候 我也慢慢发现 就算她是虚构的 就算她们里面人的命运 那些女孩的命运是虚构 或是被包装出来的 但是这个故事性 会带给人一种力量 会觉得世界还是有希望 还是有梦想 所以现在忽然觉得 我们刚刚对于可爱的这些 嘲讽啊 什么的都是 就是我觉得 没有关系 还是敌不过可爱 最强大这件事 对 我觉得剧场创作好玩的地方 应该是说 做一个表演好玩 她是把这些层面拉出来 但是她全部都是mix 是 对 就是她是一个 她是一个问号 对 她只是把问号提出来 据说在这个 景翔的罗莉少女 组团到最后 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惊喜的点 这个可能要我们就让观众自己走进去 对 实验剧场里面 亲身体验可爱是什么 然后五分钟十分钟都这样讲话 或者是一直这样的 或者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排舞 这样 景翔最近的举动都是非常的少女 我快受不了了 每天都跟这些女演员 没情相处 我自己也非常受不了 你现在的景翔超可爱 对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明天见